AI DeepFake 声位技术泛滥 中华民国国安局和数位发展步骤提高警觉 着手以人工智慧来提高辨识度 来防守应应假讯息以及骇客的攻击 企图以AI之道还治AI之身 湖泊向网游打招呼 却不是真的汤姆克鲁斯 使用的就是AI声位技术 台湾也受到声位技术的影响 近日前立委高嘉瑜就遭到AI变造配音 成为中共认知战的工具 在抖音平台传播 台湾立委关切政府端和社群平台之间的沟通 AI与深度伪造已经成为发起舆论战的重要工具 会不会可以干脆另辟蹊径 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诈欺这一条路径 我们就用D-Fake当路径 就是说去跟社群平台谈说 有一个是D-Fake专门回报的路径 台湾国安局和数发部等政府单位 对新兴技术带来的资安隐忧提高警觉 AI的技术武器化衍生新兴的挑战 AI可以用来处理自动化的分析 并且针对网络防御的弱点来进行一些攻击 同时可以来找出软硬体设备的各种漏洞 并且生成变种病毒 处发部次长林一静也引用了美国资安公司 针对AI网络攻击研究指出 AI能自动识别最佳攻击目标 生成个人化的讯息和媒体内容 获取敏感资料 系统存取权 以及资金转账 应对AI的资安威胁 触发部认为 要以AI之道 还治AI之身 我们导入零信任架构的防御机制 在每个可能的入侵路径上 建立许多永不信任 而且持续验证的栅栏 让AI就算能快速地找到正确的入口 途径 攻击链 也会到处碰壁而走不进去 骇客利用AI加量与加速的攻击 防守方也应采用AI来提高识别 因应与阻挡数量与速度 台湾应对假讯息挑战不断 除了技术上防止骇客运用AI加速入侵 另一边面对声威问题 持续向社群平台进行沟通 新唐人野太电视 黄亮简 曾新鸣 台湾台北报道